Lio聊四季 天天的不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斯拉夫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本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 有這個王家四重可以獲得破喪傷害的效果 那斯拉夫人他的工程器單位造價也是非常便宜的 貴族鐵騎他的寶兵單位也是非常坦的一個近戰騎兵 那斯拉夫人整體打法還是要注重在工程器跟貴族鐵器 還有步兵身上 攻堅部分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本身也是一個種田文明 這個農田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好 那先介紹下來了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的攻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那他的礦場模仿還有這個伐木場都是半價的 所以前期省下的木頭可以再找找灑下農田 作為他的經濟增長 那日本人呢他的強弩有拇指環 所以要打工庇路線他也是OK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馬工單位呢 是有這個流敵馬效果 可以直接讓馬工喔 對步工兵加兩點傷害 那這場是遇到斯拉夫人喔 所以日本人這邊如果要打工兵路線的話 可能還是會想一下要走馬工路線 還是走強弩路線喔 那日本人後期的巨型頭司機呢 拆裝速度很快喔 而且有這個攻擊速度加快的特點 所以日本人後期工程喔 是不會遜色於斯拉夫人的 那日本人的缺點也是很明顯喔 由於他們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被有火炮的無領克制組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打法 好這邊是看到天空熊 欸這也是天空熊 三隻村民打去拔木 這邊拉豬人 前面的經濟高手們的配置都是差不多 好 那主要是要哪時候回家 去防守更為重要 好這裡吃了一頭大象 死是村把第二頭大象給吃了 好 還有這兩條鴕鳥跟斑馬 還沒有要吃的意思啊 欸結果看到這裡有 應該是知道左邊是自己的 但NBL這裡是沒有打算要把這個 斑馬跟朋友全部吃完的樣子 好第二頭大象現在要吃了 OK 好天空熊這邊已經點下了支部技術 欸他的大象怎麼那麼晚吃啊 好第二頭大象 好天空熊這邊獸已經吃乾抹盡了 好 好 NBL這裡也點下了支部技術 天空熊打的是18人口 18匹 打日本的棒棒 對 那日本棒棒這邊有攻速加成 是封建時代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一出門 身為裝甲步兵的話 基本上三隻裝甲等於是四隻裝甲的傷害力 好這邊看一下 OK 裝甲步兵要升了 OK 龍熊這邊果然升了裝甲 四隻裝甲步兵 打魔防 超很快 因為魔防的話是防禦力是0 所以打起來血量會掉得更快 這邊血量要一直往下掉 但這邊錯門一直在修理 但是沒問題 天空熊還阻止了NBL在下面蓋射箭場 NBL也是趕快拉自己的伺候去救援一下 這邊敲命過來 就錯了到了一下 NBL殘血肉麻跑掉 但現在這個肉麻已經打不贏天空熊了 天空熊這邊 跟弓兵已經來了 OK 看這邊的關鍵 他要怎麼逃離呢 弓兵來 裝甲步兵在外面守租帶兔 這裡越晚低木搶走 越會出事 天空熊這邊是想要卡位 只要伺候在這裡 村民就不太可能放出來 因為一放出來的話 朋友可能會被卡死 好出來 但是天空熊的地世界沒有卡好 村民居然順利的溜出去 哇 差一點就可以卡死這一村 但還是拿到了NBL的一村 還不錯 這一波的錢壓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這次弓兵 趕快跑 肉麻回頭打一下 現在NBL的肉麻已經可以打給天空熊的了 現在兩邊的血量都非常的低 7滴7滴7滴 好 AMBL這邊有打算轉肉麻嗎 好 補了一個兵工場 先點下一級射的樣子 這邊看到天空熊攻兵還在繼續升 好 補下了一級射 天空熊的一級射應該也要補下了 好 這邊結果是直接轉馬就 結果轉馬就的是 天空熊的 不是NBL 兩邊這裡有一些些差距了 這應該在補兵工場 好 這邊肉麻出來 這邊天空熊不轉肉麻的話 會被毛兵給壓制住 雖然自己的裝甲步兵 稍微可以推回去對方的毛兵 但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去 去擊殺掉這些毛兵 如果控得好的話 好 結果MBL最後是把自己的上方工兵 全部原地開火 專心控上吧 結果下方的四隻工兵 直接射倒兩隻肉麻 MBL這邊是稍微拿到一點優勢的感覺 上方打贏 下方的工兵也阻止肉麻推進 天空熊這邊聚集一波兵力 是MBL 天空熊的話是家裡去補工兵 這裡大概是六隻 應該是要來升到城堡之袋 下了一擊挖精 挖精技術這時候點還蠻... 微妙的 但是認定技術會來不及 不想靠買賣 靠著慢慢挖精上去 就可以升城堡斯袋 這邊收金 點下城堡 這裡工兵單位雖然很多 有之 結果沒想到斯拉夫人打的是工兵路線 跟他的文明特性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工兵還在出 而且是雙射箭場 雙射箭場打奴兵 這個蠻有趣的 但天空熊直接上了高地 收掉了MBL前排的所有工兵 那MBL這邊打工兵 看起來天空熊是要來打雙射箭場 還是要三個射箭場了 打這個馬弓 劉迪馬 這裡點品種 那應該是走馬弓了 天空熊這邊走劉迪馬路線 斯拉夫人這邊四點下了二級射 伐木技術二級 進去升級蠻快的 這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堡中心 兩邊都是雙TC開農 但天空熊這邊是雙射箭場 雖然前期的馬弓承襲數量不會那麼快承襲 但他可以應付自己的經濟狀況 並不會讓他三個射箭場 會有這個停滯的時間出現 那這邊木頭會消耗很大 所以這裡木頭要多配一點 木頭配到了16個人 但就變成天空熊會很難去開下第三座城市中心 大概在28分之後才能補下第三個TC 因為這裡要維持馬弓的數量 好這裡騎士加馬弓抓掉了MBL幾星村民很賺 這一波不虧 對 結果還是被射到了 那MBL這邊是3TC開農 唉唷結果這邊早早補下 哇這個比我早 想要動手還要補 26分鐘就補下 好這裡是雙馬弓 喔忘記了 他是三兩個射箭場而已 只是三個射箭場 所以他的資源不會消耗得這麼極限 好這裡馬弓稍微斷一下 待會要存一些木頭去撒農田 好左邊這個木區稍微用馬弓去偵查 看一下有沒有漏洞可以打 好這裡沒有 歐拉 騎士追上去 馬弓來到這邊 這邊看起來沒有洞可以鑽 直接走門口進去嗎 好大軍已經走了過來 頭子車 咦沒有預判成功 根本從這裡是打得非常激進 馬弓一直在MBL家裡繞啊繞 好 好結果這裡在伐木又抓到 這裡大量馬弓跟騎士看到一堆村民在移動 好這裡終於有戰毛兵了 戰毛兵終於可以反攻 馬弓回去 好這邊先優先點村民 空兵鎧甲沒有點 所以被馬弓射也會蠻痛的 這裡再次收掉 投射預判一下天空熊被預判成功 投死車被砸 砸到很多傷害啊 好 斯拉夫人這邊是繼續戰毛往前推 天空熊這裡是繼續補村民 斯拉夫人3TC 農了上去 村民術現在差距打了出來 現在天空熊總共有74村 對上MBL有73村 好這邊生物遭翔 兩隻騎士全部叛變 天空熊這邊操作稍微小小失誤了一下 大家想要直衝但是來不及 好那日本人 下了倫首推車 經濟現在已經好了起來 79村補下 這裡再補了一個魔防 這裡再繼續補補補 好這裡也是 好這裡伐木場 有點遠 看要不要再補一個 或者是補用 好這裡補下了第四個城鎮中心 4TC卡榮 然後撞到了斯拉夫的城堡 哎呀 天空熊把自己的兵 在後方全部送掉了 看一下前方 前方現在這個狀況 現在天空熊已經轉出了投死車 但斯拉夫的投死車更便宜 好轉出了 貴族鐵騎 就用這隻肉馬收掉了生女 好生女趕快把這個生物搬回來 好看一下兩邊的後期會怎麼打 生女 被收掉 貴族鐵騎這裡趕快反擊 一下敲不過去 好投死車要預判了嗎 哇 這裡預判成功 打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回頭再近距離砸一發 但是要被騎上來 現在馬攻雖然很少 要阻止這些貴族鐵騎 不太容易 現在只有 弓箭殘人射穿 貴族鐵騎的鎧甲了 近戰防禦五點 輕騎兵是七點 現在是 4加1 如果二級馬鎧再升上去的話 輕騎兵怎麼打 都是一滴血 好慘好慘 馬攻再次集結起來 貴族鐵騎就稍微有傷害了 但是沒有彈道學設有夠歪 這裡直接上A 經濟有慢慢補回來 105吋對上106吋 兩邊經濟狀況非常接近 唉唷 又被砸到了一發 好 天空窗填下來的洞窗 長槍兵的升級 快補槍兵 你家的騎兵會很麻煩 這邊裝PC 但完全沒有管 這邊我就是要用 貴族鐵騎去騷擾 好 那你看到沒關係 可能是想要引用馬弓 讓他 天空熊去家裡燒了 這邊城堡 蓋起來 4800滴 史阿芬的城堡造價也是比較便宜的 銀貫技術點下之後 石頭的消耗量就不會這麼兇 好 這裡點下二級馬鎧品種 該點的都點了 這時候天空熊有什麼打算呢 點下了二級的挖金技術 唉唷MBL 又開到5TC去啦 想要把這個TC開在這個位置 讓自己的 好 金礦稍微安全一點點 好 看到幾隻貴族鐵騎庫來解救一下 左邊馬弓再繞地圖了 走遠一點才不會被偵察到 這有個雙線進攻 站這邊貴族鐵騎 喔 這裡先射村民趕快往後拉 哇這邊在追村民啊 有點麻煩 後面清齊明在偷砍村民 結果好像沒空好 這個按右鍵攻擊的關係嘛 然後點到了地板 結果不是移動攻擊啊 哎呀這個移動攻擊還是蠻好用的喔 這種情況 但MBL這裡也是拉了幾隻貴族鐵騎 到了天紅熊的家裡開始燒了 家裡雖然有升級重張藏槍兵 但是家裡的產能好像沒有擺在家裡 野外的槍兵都在外面 這裡馬弓也在多線燒 下方的馬弓 最後還是有點扛不住 但是其實殺了非常多的村民 清洗兵也想要再打個洞 但是被砍掉 好天紅熊這邊村民宿被打到了只剩下112村 看起來這一波是MBL比較賺喔 好過於鐵騎這邊高打第一 打馬弓血量掉的很快 哇瞬間收乾 好這裡補下了第四個城市中心 天紅熊補下了拇指環 5隻馬弓配上3級射還有拇指環 全部該補的都補下 只差重裝馬弓喔 就可以把這個馬弓升級完 好還有化學 在城堡帝王時代初期 馬弓升級的東西是非常多的 欸欸欸欸這個村民 沒有燈到雪打得有點歪 好還有30秒 好這裡趕快敲 敲掉村民 MBL這邊點下了中頭的升級 好上方的挖石礦的貴族鐵騎 被槍兵給收割了 好下方已經開了一個洞 斯拉夫人點下三級馬卡 手推車 是要走一個騎兵路線嗎 好這裡蘸毛少量的反擊馬封 好天空熊也終於點下了化學二級功 MBL這邊點下青騎兵 欸應該是預測到自己 待會肉應該會爆掉 黃金不夠用 先轉一些肉嘛 待會也會比較好應對 或是騷擾天空熊家裡 那天空熊待會應該要趕快上大級兵了 這個貴族鐵騎雖然真的太多了 但馬弓的東西不牽伸上去的話 自己的阻力又會顯得 沒有辦法做事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 天空熊要趕快極力控下來才行 現在有點倒太贏貴族鐵騎的正面 坦克騎兵血量來到了140血 近戰防禦4加37點 非常坦 斯拉夫人這邊點下大洛瑪升級 急兵馬上補上 護兵台甲一補了 先把所有的急兵的集結點 放在這個採礦林地 守住這塊金是首要任務 好這時候已經點下了中型投石車 MBL這邊大洛瑪也升級好了 準備要開始馬爆 好第一批的騎兵已經出發 這邊目標應該是要往上走嗎 當然天空熊的上方城堡其實很多 煽動城堡 好這邊馬 直接被射光 這個城堡蓋的還沒關鍵的 MBL現在是想要找木須打 好還是成功抓掉了幾隻村民 好這裡貴族鐵騎衝鋒一波 好 好所以貴族鐵騎擋不住騎兵的傷害 瞬間戳乾 好這裡點一下了彈射器 OK彈射器點一下之後 待會巨型投石機的拆裝就會很快 而且還有攻速加成 斯拉夫人這邊直接點下了重頭 我的天啊 在阿拉伯單挑裡面 是很難看到重型投石車這個單位的 這邊造價非常昂貴 升級非常的貴 造價也貴 好這邊槍兵可以戳掉 這些投石車就很賺喔 可以繼續往後拉嗎 欸被戳掉了一台兩台 第三台應該沒機會 但已經不錯了 能戳掉兩台就是賺 日本的步兵攻擊速度很快 這算是一個小小的優勢喔 斯拉夫這邊買賣一波 賣了700肉 跟200石頭 鐵石頭都賣 資格很人 下了一些重頭 日本人的巨型投石機開始工程 工程非常快速 MBL沒有要修理城堡嗎 這邊投石車砸了一發 現在來修理應該是來不及 本來投石車想要往前砸掉巨頭 但是被大量槍兵給阻擋了過去 天空雄這波反打反得很漂亮 之後連巨型投石機也反打了回去 哇 日本的巨頭就是拆得快 這邊後面肉馬稍微抓一下槍兵 哇斯拉夫人不打步兵 只打肉馬感覺是正中了 日本的步兵攻速 級兵的下懷的感覺 日本槍兵打肉馬血量掉很誇張快 就瞬間收光 日本的步兵只要數量1多起來 就沉盾的傷害可以瘋狂輸出了 好日本點下了2級攻3攻馬上要補下 好這裡來不及拆掉巨型投石機 右邊的重頭數量就回到了八台 這個八台數量還是蠻難解的 日本人要解投石車的話 還是要轉一些騎兵出來 所以可以看到天空熊是轉出了一些肉馬 但3攻沒有補下 所以暫時沒有辦法很快速的解掉工程器 但MBL這邊防守也是用肉馬在手 好那MBL這邊也是成功拆除了天空熊的城堡 天空熊這邊失守城堡 但是對方的4台巨型投石機都還在 MBL的巨型投石機只剩下兩台 好三攻也不下了 兩邊直接進入大後期 待會就要看誰的黃金還夠用了 雖然我覺得打步兵用重頭不是這麼的優秀 可能用弩炮會好打一點 可能用弩炮會好打一點 重型弩炮 再一發 好痛 好痛 撕拉夫 舊奇隕石樹 中式系的黑魔法 猴死車 好強 好還是有那個味道了 欸可以收掉一台嗎 可以 三攻還沒有好 所以打這個投資車血量掉很慢 好日本這邊還要再繼續轉馬嗎 我覺得只能玩轉馬路線走 這個灑下去 好特別再繼續灑 好找到了一些自己的馬 這時候MBL開始重新集結起來 這時候MBL轉出來的東西 居然是重型弩炮 看MBL也是意識到了 打步兵單位用投資車 並不是那麼的好用 畢竟你砸人家的步兵 也有可能會砸到自己的馬 傷敵50自損100的概念 是有可能 那天空雄這邊已經做好了其他的準備 從左邊架起了軍型投資機 這邊就先用鞋槍兵去阻擋 MBL的主力部隊 那天空雄獨力反而是在正上方 這邊抓到了一些MBL村民 下方的槍兵也是騷擾到了 傻撲不打步兵 情況就會變成這樣子 遇到槍兵就會很麻煩 那天空雄現在這個配兵呢 這個馬功配上騎兵 現在只要用重型弩炮 就可以反打回去了 但肉馬的打工程式已經是OK的 所以現在轉出爐炮之後 可能情況會有變喔 天空雄現在要打這些東西都不太好打 只能靠肉馬去做處理 畢竟日本人沒有火炮 所以要克制這些重型工程器械 是不太好解決的 只能用肉馬無限衝鋒 才有機會解得掉 這邊槍邊上來搓一搓 但是被爐炮串燒完畢 爐炮的殺敵效率非常好 好 那這裡馬功從左邊慢慢推進 MBL暫時沒有要理的意思 讓自己的城鎮東心 可能要被打掉了 可以投石車過來 但是沒關係 投石車打不到 但我還有弩炮 攻城七大隊 防守效果還可以 但被戳到了一下 左邊的馬功還在往前嗎 左邊也是轉出了一些投石車 MBL終於 往左邊防守了 天空熊這時候補下了安息人戰術 有安息人的話防禦會再稍微上升一些些 但MBL現在沒有轉槍兵的關係 所以這個加兩點對槍兵暫時使用不到 好看一下右邊 右邊再多的弱馬衝鋒 這次順利解掉離起來工程器 好而且解掉蠻多台的喔 剩下少量牛炮了 看來天空熊這波反推有料 已經解掉了 剩下沒幾台欸 重血牛炮了 好這邊肉馬再來 繼續追 這裡要分兩路 媽 沒有 沒有 沒分兩路 直接全部在一起 被砸爛了 但是三下夠高 還是能解掉幾台重型投石 馬高爾 有機器 oh my god 現空熊的馬功全 倒了一半 以上 這樣還要上重型馬功嗎 怎麼覺得好像可上可不上的感覺 現在黃金 看要不要存起來用 省著點用 先用弱馬去跟對方消化 肉馬配香檳先消耗一下對方的工程器的數量 能工程器的數量變少了 再轉回馬工呢 不知道 現在不知道天龍熊是怎麼想 現在只覺得天龍熊那一波有點傷啊 至少噴了快要一千黃金了 好 這裡 衝刺很有感 起兵衝鋒 再次衝掉了幾台工程器 沒有錯 日本就是只能靠洛馬去解釋這些工程器 好 當然這邊MBL開始有大動作了 既然你們有打算要守工程器 開始要馬爆天龍熊的家裡 但天龍熊以防守來說應該是比較有優勢一點點 槍兵攻擊速度快 但家裡也好像沒有多少槍兵 所有的槍兵都擠也在正面 那如果天龍熊的槍兵全部都回首的話 那就代表MBL有機會可以往前推進 好 黃金剩下140塊的時候 斯拉夫人這裡居然在升級了 裝甲步兵 護衛技術 什麼 好 這裡就馬兩邊互打 正面的槍兵再次往前突進 好 洛馬上前 左邊的步兵貼到了工程器 這邊做個拉扯 哇 又被毒解掉了一台 MBL這時候黃金只剩下100塊 天龍熊的洛馬也開始在四處騷擾當中 到處都有天龍熊的 洛馬的身影 這裡蓋跟劍塔 看來要被天龍熊給拆掉 天龍熊這邊村民術被砍到只剩下102村 村民有再繼續補應該還行 這邊的清血兵衝過來 看一下能不能 高打第一 反打一下 要不要 這邊有個高地 看來還是要先抓村民 不管是你高地了 先扁村民再說 MBL這邊村民也是慢慢補上去 但繼續拼肉馬下去的話 似乎MBL會拼出優勢來 畢竟大洛馬跟一般的清血兵還是有差距在 血量就差了大概快要15滴血 那馬侃也差了一個三級馬侃 但天龍熊這邊的黃金褲褲還蠻多的 但最終還是要走回這個馬宮路線 也是在稍微提防斯拉夫人的步兵 如果讓MBL的槍兵出來 再等一下王家四重 日本人的步兵可能會打到有點頭破血 如果整隊打的話 好 這一波肉馬衝進去 天龍熊上方的防守 沒有任何槍兵在天裡走來走去 現在只能用馬宮去救的 但現在正面 欸MBL中間這根城堡蓋起來 從石車開始慢慢採取外圍的建築 可能安全的墓區已經不多啦 中間這一坨馬宮 還沒有伸到重裝馬宮 傷害只有6加4 跟強弩的傷害是一樣 沒有重型馬宮還是傷害差蠻多的 哇 這裡用弱馬 就稍微把這些馬宮給包住 天龍熊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天龍熊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天龍熊NBL 拿下比賽這裡 哇 這遊戲真的是變成大洛馬帝國 後期大洛馬的騷擾效率實在太好 比起步兵阿馬宮 大洛馬還是可以遠遠不決的噴出來 多次嘗試才會有機會拿下對方大量村民 中間這一坨工程器似乎沒有做到事情的感覺 淡氣急殺速已經來到了59吋 可能更多 但天龍熊這邊能解工程器就只能用肉 相當可惜 有點被文明殺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NBL拿到了12萬的資源勝利 差距大概是十幾萬資源的差距 KD方面是NBL拿到1.34KD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